走进沙巴海上村落 高脚屋底下堆满垃圾 其中以塑料品居多 居住在这里的都是五国籍村民 当地没有自来水供应 村民想要喝干净的水 就得购买矿泉水 因此产生了很多塑料瓶 当我们去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就发现到原来他们这里 是因为没有垃圾系统 也没有什么最方便 就是流向大海了 清津在源头 慈激志工带动资源分类 并且在村里设立回收站 鼓励全村落实环保 我们志工通常做家法 就会跟他们推环保 跟他们解释说 这些为什么要做环保这些东西 它的目的是为什么 当你每一次跟这些村民 解释了一边又一边过后 他们就会慢慢地接收 如果喝酒的话 就会用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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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子一个港澎影响到另外一个港澎 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马上说 这些垃圾可以减少至少 他们不要再把这些可以回收的物资丢回大海 就慢慢地希望说让他们养成一个好习惯之后 可以影响他们身边的亲友们一起来做这个环保 如今每户家门口都挂着袋子 开始学会收集可回收物资 期许村民将环保生活化 为地球出以奋力 麦袋黄首分 沙巴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好